在美国搬新家之前都想布置布置 这不是这个客户在尔湾弄了一个房子吗 现在人也快来了 之前找了一个装饰公司 就给开出了一个表 就是这个东西50 那个东西80 然后一看这个总的表 就把这个客户吓着了 其实咱们大可不必 因为凡事都追求一个合理性 咱们自己来看看 都可以找得到的 而且都是很实惠的 今天正好是带完了课 而且这个店里不是来了新货吗 我就过来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计时会的 然后又能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 你就像这种小凳子 然后可能外面报价大概100多 甚至有200的 这个就是几十 甚至这样装饰的一个盒子 摆起来挺好看的 5.99 特别是像这些装饰的东西 你不用一次性去配齐它 配齐也是挺麻烦的 所以你就经常会看一看 这些店里 有了新货的话 你就看哪些适合你 今天买几个 明天买几个 这样的话 有个一两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也就配齐了 这个6.99 这是一个盒子 看起来像本书 其实摆着也挺好看的 很多样板间里都用这个 然后这些像地毯 还有这种狮子的摆件 像这些都很实惠的 这个18.99 但是看起来还蛮高大上的 上面还是个金色的 我的客户基本上能省的 我都会尽量的帮忙去省 包括我之前还有视频去讲 怎么去修一些东西 怎么去自己动手做一些事 其实在这边生活 很多时候自己如果是能搞定一些事情的话 真的会方便很多 这个小壶还带四个杯子 摆起来也蛮好看的 还有这种放点心的这种架子 这个摆在家里放点水果呀 什么的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 你看这还有这种假的这种花花草草 放在屋里摆个装饰啊什么的 这个都是几块钱的 还有人就很需要这个 一直看不着 这个是捣蒜的这个东西 超级超级沉 这个呢8.99 大家其实有空的话呢 也可以出来逛逛 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弄的话 也可以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